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影片前所看到的画面 这个无限的喷嚷 象征TTN和原创基地 站在一个重要的价值上 也就是圆明与创客共舞 一处与科技齐飞 长期以来台东 这个青壮人口流失的 非常非常的严重 基本上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留住台东的年轻人 更不要讲说想要去吸引 其他地方的年轻人 但是在这个整个人口老化的 这样的世代里面 你要想尽办法去抢年轻人 不然的话这个城市是没有希望的 这些年我们把台东的 官方产业带起来 让台东的知名度强 让台东被看见 所以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年轻人回流 投入在跟观光跟农业相关的产业里面 这个是台东最基本的 可以发展的产业 所谓的智慧城市 这些创新的这些科技的应用 已经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而且越来越成熟 我一直没有觉得说台东因为是农业县 因为只能搞观光 所以我们跟这些科技是无分的 相反的 我觉得智慧的科技 应该要让台东更能够跟世界接轨 让台东更能够快速缩短 跟其他地方的落差 两三年前我们开始先和东大合作 还有彭智金厂这边 打造了一个Tillemaker的基地 包括现在已经有八组的这些创客 来自全国客地的创客 然后他们已经有一个business model 他们更重要的 准备在台东 创立设立他们的公司 在台东登记注册他们的公司 原本这个基地 在两年前 这边是一个 类似废墟一样的闲置的空间 当时我就跟国战署来宣任拨用 把这个地拿下来 当初希望打造的 是一个原住民的文创的聚落 原住民文创的一个基地 沿袭中心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台东 这么丰富的原住民的这些 艺术工艺这些文化的 都要能够落实在这个地方 让他不只是在散落在部落里面 很随性的做 而是要更专业的 更有计划的 更有目的的在这边 不只是做 而且养成培养训练 虽然那时候没有把他当做Maker 其实他就是一个最好的Maker 的基地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在这边 不管是做木工的 做蓝布的 做烧摇的 做音乐的 这个布拉瑞亚舞蹈 也已经进驻了 我们各种各样创作的 原住民元素的这些创作 全部可以在这边完成 那我就想如果我们也可以把 创客跟智慧科技的运用 放到这里来 那帮助我们的艺术家 工艺家 原住民的这些工艺家 创作出来的产品 可以更好的行销出去 被看见 那我非常非常感谢原民会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idea 然后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原民会在这个创客的这个案子里面 总共支持了我们五千一百多万 我相信在这里 就是我们要结合大家的力量 把那个效益发挥到极致的地方 这个基地是要变成一个下一阶段 翻转排动的一个基地 那么看到今天TT Maker的成就 让我这个的开始 让我可以看得到的是一个想象的远景 就是这是一个 This is the moment This is the time 也就是这是一个对的时刻 因为因缘具足 我很喜欢下面这一行字 我在太平洋边创作 这是独播浪漫的一件事 但今天我们有了新的创造 就是TT Maker 它会是一个我们台东县 所有还在外头流浪的年轻人 找回他们的回家的目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们很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 可以个人DIY的 可以个人客气化的一个作品 所以这个不会我们也行 要不配做的比赛 是一个大物质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比赛 要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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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